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说 你就是把三张图写成一个故事 写作的过程中 虽然你是用中文在思考 但是你必须采用英文的文法结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主词 动词这样子的结构去写你的句子 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时态 大部分的图都是用过去式去写 因为他给你的故事应该是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现需要用未来式去写的作文 大部分的句子我们会这么写 用中文翻译会变成我去图书馆上个星期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很奇怪的话 你不习惯这么写的话 你也可以把时间放在最前面 上个星期我去图书馆 重点是你把时间挪到最前面的时候 你必须加一个斗点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你写的作文必须根据图片还有中文的叙述去写 不能够偏离 不能够随便自己改编剧情 原则上来说如果每张图写两句的话 应该就能够达到所需要的字数 根据官网上面写的是约50个字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至少写50个 也就是超过50个单字 你可能写52 53都可以 但是不要少于50个单字 请看第一回的段落写作 如果你还没卖老师的书 也没关系 我把题目秀出来 请先看中文的叙述 请看图片 我们从第一张图开始写 今天是5月5号 母亲节是下个星期天 今天是5月5号 今天还是5月5号 所以我们用现在事 不是用过去事 母亲节是下个星期天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用现在事 不需要用到未来事 如果你觉得这么写太简单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写为 今天是5月5号 母亲节即将来临 Moders Day is coming soon 如果你担心字数不够的话 你很想多拼几个单字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写 今天是5月5日 母亲节是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刚好这句话 学校课本里面有交 好 如果我们不要那么复杂的话 那我们还是用刚才的第一句 今天是5月5号 母亲节是下个星期天 那么第二句 我们要写什么呢 根据中文的叙述 Mary原本不知道要买什么给妈妈 那这一句 我们一定要把它翻成英文 原本不知道 这代表现在Mary知道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不知道必须用过去式 不知道买什么 英文的说法是 Mary didn't know what to buy 不能够用中文的逻辑 去把它写成 Didn't know by what 这样是错误的 如果你的文法基础还不错的话 你想要把句子给它写长一点 那当然也可以 你可以说 Mary想要买她的妈妈一个礼物 但是她不知道她应该买什么 而且后面这一句 She didn't know what she should buy 她不知道她该买什么 它是一个名词子句 用这些国三的句型 将会有加分的效果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知道 Mary决定写卡片给妈妈 所以She decided to write a card for her mother 请问她决定写卡片了没有 当然她已经决定了 所以决定必须用过去式 如果你不确定介细词 必须用什么的话 那你也可以选择 不需要用介细词的写法 She decided to write her mother a card 老师的建议是 每张图最少写两句 那请问 第二张图的第二句 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虽然我们不能够随意改编剧情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合理的细节 例如 她的妈妈不喜欢贵重的东西 之前提到了 如果你能够用国三的句型 那会更好 所以这句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写为形容词子句 her mother doesn't like things they are expensive 请看第三张图 从第三张图我们可以得知 Mary将会把写好的卡片 放在厨房的桌子上 等妈妈在煮饭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张卡片 所以第一句我们可以这么写 她将会放卡片在厨房 记得要用未来是will put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忘了吗 今天是5月5号 5月12号还没到来 同样的 如果你担心字数不够的话 你可以这么写 she will put the card on the dining table in the kitchen 就多了几个单字 第三张图 妈妈出现了 所以我们的句子里头 也必须要有妈妈 你可以说 她的妈妈将会如此的惊讶 那当然如果surprise 你忘了怎么拼的话 那你可以用 她的妈妈将会如此的开心 这是最简单 最直接的范文A 哇 怎么办 只有43个字 不够耶 不用担心 老师来帮你加盐添触 例如你可以加一个however 你可以加at first 然而刚开始的时候 Mary并不知道要买什么给妈妈 然后你也可以写 她决定做卡片 再加一个by herself 她决定自己做卡片 最后你可以加 她的妈妈将会如此惊讶 when she sees it 当她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 那这样子 加盐添触之后 就超过50个单字啦 如果你选择的是文法比较厉害的范文B 那字数上早就已经超过50个 所以不用担心字数 最后要给大家的小叮咛式 请特别注意 实态 尽量用自己会写的单字 如果例如有个单字 embarrassed 很尴尬 不会写 那就不要写 你可以把 I felt embarrassed 我觉得很尴尬 换成 I felt really bad 我觉得很不好受 还有 你这三年在国中所学的文法 是要学以致用的 所以尽可能的话 把一些学过的句型拿来套用 这样的话会有加分的效果 最后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一次通过全民音节 感谢你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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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